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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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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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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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完全錯了 但是這個連線的成員 只有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的立委 這個是台灣立法院自己立委的判斷 我也有鼓勵過一些國民黨的朋友 你會不會加入 他們都說是積極考慮的 不過可能現在還未決定到 所以在開放平台 你不可以說 例如現在台灣的執政黨 政府是民進黨 然後立法院的多數派是民進黨 那你就說 台獨組織、台獨組織拒絕交流 就將它打成你的敵人 那是完全是 我覺得是政治不正確 反而我覺得 好,謝謝陳志全 不如馬上看看兩位有什麼意見 首先 我自己看台灣那邊的報道 我不覺得這個連線 是台灣立法院核下的一個所謂小組 他是由台灣一部分的議員 主力是主張台獨的民進黨 和時代力量 18個議員是自己組成的 所以這個交流 只可以說是你議員間私下的交流 這個不是事實 和兩地的所謂立法機構交流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是你的誤會 因為台灣立法院的秘書長 沒有出席這個活動 還有你要說清楚 香港的立法會 是沒有授權理紀委 去台灣出席這個活動的 有沒有授權機制呢 請問 所以有的 要問誰呢 議員個人身分交流 要有什麼授權機制 如果是立法會組團去 是要通過內會 通過之後 然後組團 請問08年民建聯 要快調查一下 是 08年民建聯有沒有通過 立法會組成機制 他也是私下的活動 不是立法會的活動 要搞清楚這件事 所以不要把這些事情混淆一起說 現在是誰想混淆呢 好 如果是私下 如果混淆一起說 就是誤導了市民 其實不是兩個立法機關的交流 是部分議員私下的交流 應該準確表達 香港是部分議員 但是台灣是用立法院的機制的 這是事實 是不能辯論的 我想問王國健 如果是私下交流 那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問題呢 因為那個連線 很明顯是一個台獨的組織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的黨綱 是非常清楚寫明要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這個時代力量也是主張台獨 它就說他們是主張台獨 但是反對統獨標籤化的意思 就是說暗中說 就不公開標籤 所以由這兩隊人去組成的一個所謂連線 而呢 是擺明還說要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第一 香港政府可不可以和台灣政府的交流 如果台灣政府的執政黨是民進黨 民進黨的黨綱 有王國健議員所說的話 我們是不是香港那個經貿辦 都應該倒閉門 不應該讓它在香港存在 老實說 香港和台灣的關係 也都要復應於國家對台灣的政策 香港本身官方是沒有任何主導權的 對於台灣問題 好 這是很清晰的 我想問一句王國健 剛才提到民進黨的黨綱 都有台獨的成分 2008年的時候 民建聯去台灣見當時民進黨黨主席 蔡英文 你是不是也會批評他呢 蘇敬行 我看到你今早提了很多次 民建聯這件事 其實你應該找民建聯的人 上來回應 但是我可以回應你 好了,大家安靜點… 老老實實 老老實實給… 等等… 譚德志留意自己的用語 譚德志留意自己的用語 好,王國健 我覺得這班自缺本土的朋友 太過虛脅了 想拿個聲勢 今早就帶馬來 這樣吵是沒有意思的 我回答你的問題 王國健也留意自己的用語 老老實實 民建聯去 他是正式私下的交流 他們說了什麼我不知道 正式私下交流 但是問題就在於… 問題在於民建聯沒有在一個 台獨組織集會上說明 台灣一直是我們的盟友 羅冠聰這句話可否代表你 陳志全議員 你想說他在哪個集會上說 就是這個茶會上 我看到台灣的報道 兩岸人民都是朋友 兩岸人民當然是朋友 台灣一直是我們的盟友 而這個是台獨的組織上面 你說清楚誰是台獨組織 這個事實 台灣 這個平台絕對不是台獨組織 不用 是由台獨議員組成的一個組織 好 我們今天論題有四位嘉賓 集團都是兩位嘉賓發過 然後我們留一點時間給教授和校長 講一下自己的意見好嗎 教授也曾經去過台灣和施明德交流 看看教授有什麼看法 蘇敬行 我回答了你的問題沒有 因為民建聯沒有說過台灣一直是我們的盟友 但是羅冠聰這次很清楚在會上說 台灣一直是我們的盟友 從未主張港獨更沒有勾結台獨 他們也正式在茶會上說 老實說 對某一些人 他的言行是否港獨是否自決本土 我相信香港市民心裡有數 當然不是他說兩句 所以結論就是大家心裡有數 交給兩位教授和校長 我想那個大前提會是香港的市民 他有言論自由 他有集會結社的自由 我們一定要尊重別人這些自由 不能夠每次上綱上線去罵別人 我也相信香港市民是絕對不會接受 任何政府官員或者建制派的議員去定定 什麼是政治正確 什麼是政治不正確 這個是香港市民絕對不接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不能夠批評人大常委831政改框架 我們不能夠反對23條立法 我們不能夠提梁振英的UGL事件 不能夠由任何機構或者組織去定定 什麼是政治正確 什麼是政治不正確 同樣我們也看到剛才有些雙重標準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民建聯等等 他們畏高權重 經常跟英美的領事官員接觸 我們不認為有什麼不妥 他們的接觸比跟泛民接觸多 因為很簡單 如果有關財經金融事務 這些官員也不會找泛民 那為什麼他們經常都在罵 又跟英美勾結 每當有一個遊行示威很多人參加 我們就看到親中的媒體 就當然說 英美台的力量都牽涉在內 那最後一點就是 今天我們在討論 其實重點就應該檢討一下 為什麼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 是說要誰犯台灣 好了隔了這麼多年 台灣的人民對一國兩制 一點興趣都沒有 甚至北京涉台事務的官員 統戰部的官員 都不敢再提一國兩制 那大家應不應該反省呢 梁振英、民建聯這些 應不應該反省 為什麼香港的情況變成這樣 一國兩制對台灣全無垂犯作用 以致北京的對台官員 都不敢提這個口號呢 不敢提這個樣板呢 我問一問教授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首先就是 郭建說我提了很多次 民建聯去過台灣 我都引述一點點 我引述蔣麗雲的一個說法 他就說 他們去台灣見蔡英文 跟這次三位議員去 就不可以為一談 當年只是禮貌性拜訪而已 那麼 教授認不認同呢 教授當年去完台灣 見完詩明德 蘇敬恆這個問題 其實有一點叫做 拉人的裙子 拉人的裙子 蓋自己的腳那種的作風 教授剛才說 有言論自由 建制派的議員 也有言論自由 我們提出批評沒事的 何必這麼緊張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能夠定定什麼是政治正確 什麼是政治不正確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政治正不正確 絕對不能夠接觸 那你們去譴責別人 那當然說人家 批評當然可以 但兩樣東西 一樣就是事實根據 一樣就是標準 不可以雙重標準 剛才我們說的都是事實 那就是 如果你去批評別人的時候 你自己也有些反思 你自己在做的事就行 別人做同樣的事就不行 就去譴責 當我們去台灣的時候 中聯辦 你動員全港的商會都去譴責 好 讓鄧飛校長說說 不如說事實 沒錯這個名字很長的連線 可能真的是台灣立法院 核下的一個委員會 這個真的是事實來的 不用說 但是更加重要的事實就是 在這個panel裡面 只有兩個是很明確 講明自己支持台獨的 政黨政團參與 這個第一 第二樣東西 就說我們三位立法會議員去的時候 我不管你是私人身份 還是正式的身份 有沒有過內幕委員會 我不清楚 你都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內的身份 去前往 沒錯 三位議員裡面其中有一位 至少有一位 是很明確在他的政黨綱領上面 講明是自決 甚至會是獨立 不管他的衍性隱性 這樣的話 一個主張香港獨立的政團 和去到台灣 擺明居馬 主張台灣獨立的政團 相互之間接觸 引起大家的一個關注和聯想 認為台獨和港獨有勾結 或者我不想說勾結的詞 有串連 有連線 這個是香港和台灣連線 我不是說那個政團的連線 這個聯想也是一個合理的猜測 合理的期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不知道民建聯當初去有沒有宣示 一點 就說作為中華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議員和政黨 是應該明確地去宣示 維護國家主權的統一 我不知道這次羅冠聰也好 陳志全也好 你們和這些台獨的政黨 還有一個正式也好 私下的來往也罷 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沒有先子聲明 去說明這一點 我是要維護國家的統一 我不認同 你們台灣獨立的立場 有沒有宣示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剛才說到 經貿辦是否撿了它 經貿辦是否撿了它 這個特區政府的決定 但我不認為經貿辦可以有權 去和台灣當局去傾談主權 和國家統一的問題 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 第四點 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和你作為有政治體制正式 議員身份 是兩回事 這個言論自由 和你所宣示出來的信息 代表的是什麼政治的官方的背景 是完全兩回事 我想說多一件事 好 教授簡單 香港的民主運動 都有很多大中華主張的人物 包括我自己 但是當我們去和國內的維權律師 和國內的獨立的工會組織朋友談 我們一樣受到種種的打壓 即使你說是大中華都好 他都打壓你 因為他要定定 什麼是政治正確 什麼是政治不正確 這件事我們絕對不能夠接受 我又不認為幾個民建聯 再加上 不要介意我說 共聯會的議員 反對台獨的聲音 意味著是一種打壓 陳姿全 不是喔 你們有種種的組織 譬如周庸 又有種種的媒體 大公報 文匯報告 你不要拉在一起 可以嗎 教授 不是啊 我只是說你們的統一戰線 你們的陣營 這個是不是事實 你覺得他們不是你的陣營 不是你統一戰線 大公文匯不是你統一戰線 周庸不是你們的陣營 不是我們的陣營 我不知什麼叫做統一戰線 你不知什麼叫做統一戰線 他們發表意見 統一戰線是中共的三大八稿 如果發表意見 你都不知道什麼叫統一戰線 那後面是香港的統一戰線 好 我們今天不是討論 中共的統一戰線 不過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認識 蘇貴恒你開始主持的時候 已經說了一句合中言反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認識這個詞語 統一戰線的目的是什麼 推翻國民黨 慢慢讓節目 校長說何謂統一戰線 現在統一戰線是否推翻了什麼 我們給陳志全回應 剛才鄧飛你有四點 陳志全會不會想回應一下 其實很簡單的 第一 這個事務委員會的確是台灣立法院之下的一個小組 這個不用辯論 當日也有台灣立法院的秘書長出席這個活動 他說立法院會有資源去幫這個小組 我想去提供秘書處 那關於這個統獨的問題就很奇怪的 我剛才都說 如果現在台灣的執政黨是民進黨 台灣的立法院的大多數是民進黨的時候 那是不是如果不是在統獨議題上面 我們是不可以跟台灣政府 或者跟台灣的議會有任何形式的交流呢 我們這次的交流活動 台灣的立法院是官式的 我們是議員 香港的議員是個人身份 我也相信 其他的政黨 他們去見就算外國的一些去交流 也都不會經過立法會 要立法會的批准 有的 有的 有香港立法院的團體去外國交流 當然可以用立法會這個平台去交流 那這個就是代表立法會 你通過了 如果各個政黨自己也有不同層次的交流 這是很事實 你去台灣官選 會不會問准立法會的批准呢 那些就是私下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代表立法會 那你去探訪這個 這個不是官式活動 起碼 不是官式活動 如果你不承認台灣的立法院 覺得它是台獨組織 那台獨組織搞選舉 這關你什麼事啊 你幹嘛去官選啊 你去學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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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是不是也想有意見 我只是想回應一下 我相信這三位議員 絕對絕對不敢說自己代表立法會 當然 我亦都深信很多時候 你們39個代表立法會 你們多數派嘛 都不代表 我們沒有說代表立法會 是代表自己的政黨 我亦深信民建聯會有很多議員 內部中都會見外國的官員 外國領事 我不覺得他們會每次都要問准立法會 才去見 他不代表立法會 當然不需要 那就是了 他都沒有說代表立法會 但現在問題就是 他們回來講的時候 兩地的立法機關交流 我聽得他們很清楚 跟記者這麼說 這個就是混淆視聽 如果他不是這麼說 我不會澄清的 這件事 那但是 那跟你們那個39個議員 那個聯署的內容 好像有些分別 那樣 你們的聯署都不是說 你用錯字眼 那樣 不是說用錯字眼 老老實實 就是也不是用錯字眼 剛才蘇敬行一開始的時候 說了一句 我是認同的就是 志向相近的人 是走過一堆 是很正常的 那這個台灣的所謂國會連線 是很明顯是由18個 主張台獨的兩個政黨去組成 我不跟你爭論他 是不是真的台灣立法院 總之是 這個是自實 不能爭論他 而是主張台獨的 是很明顯的 而這個平台並不是討論統獨問題 而這個平台主張台獨的人 邀請你們過去 你們過到大會發言 還說在這個台獨的資源 沒有討論統獨問題 在這個大會裡說 台灣一直是我們的盟友 這件事情 是不是證明了志向相近的人 那台灣是我們的敵人 是否黃國健 即是說他搞台獨 你們就支持台獨 或者你們都想搞港獨 我們很清楚說 在外會內都說了 我們是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港獨 你現在是鑑生鬱 我好像聽不到 你又說 我聽不到 看不到任何報道 你們說不支持台獨 會內會外有 我想 我們都要澄清一下 拿出來 我都澄清一下 台灣有多次 我是說志向相近 我沒有說相同 志向相近也好 志向相同也好 你都是 不是香港民主派的政黨 和台灣很多政黨 都有相同相近的志向 就是希望有民主 有人權 有自由 在華人的社會 希望看到有補合的選舉 我想這些都是相同 或者非常相近的志向 好 這種志向 不能夠說 全面地 你們的政綱 他們每一行都同意 他們的政綱 你們都每一行都同意 不需要這樣的 主席 我說我會外都沒有說過 支持台獨 支持港獨 這個是很清楚 你剛才說你不支持 我們第一次時間差不多 不過我想剛才大家都聽到 陳志全說的 會內、會外都沒有說過 支持台獨、支持港獨 我想這個 大家今天聽得很清楚 對吧?好,我們先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再討論 歡迎回來第二次城市論壇 今天我們討論一下 三位議員去了台灣交流 還有一些 現在社會上 對港獨的一些看法 好了 說一說 行政政官梁振英 最近就說 他覺得 港獨和台獨 都是有前奏和變調的 所以要對自決分離 獨立的主張 要防微倒減 另外 後任行政政官林鄭月娥 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他覺得 港獨未去到一個勢頭的 對港獨是不是 已經成為思潮 就有保留 好,兩個人似乎 對港獨的一些解讀 都有點不同 幾位覺得 哪一個人的說法 比較可取 你比較認同 這樣 很簡單說 我當然覺得 梁振英的立場 是正正促成年輕人不滿的主要因素 當他講防微倒減的時候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有一些媒體 是將梁振英叫做 港獨之父的 那為什麼會叫梁振英 做港獨之父呢 就是他無視年輕人的不滿 繼續打壓 使到年輕人走上一個更激進的道路 我們看看香港大學 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民意調查 從1997到2008年 其實香港人 包括年輕人 對中華民族的認同 對中國領導人的信任 其實一直都是提升的 那時候大公文化也都有引述的 2008年之後就逆轉了 最近這幾年 兩三四年 事實上這兩個趨勢下降得很急劇 那這件事 梁振英是不是應該自己反省一下 不要下下拿出大棒來 一定要打壓呢 大家見得到打壓的結果 年輕人不滿的情緒 仍然是高漲的 好 另外鄧飛 第一 2008年我想梁振英還未上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好 年輕人 假使真的因為梁振英的施政而覺得不滿 而走向更加反對 更加激進化 和走向主張獨立是兩回事 是 完全是主張 是兩回事 大家認為透過主張獨立 可以更好地展示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嗎 我看不到這兩者有什麼邏輯的關係 我不會這樣做 但是你現在的確見到 你的打壓 你的政策令到他不滿 更何況的話 於是造成這種激進的思潮 或者激進的主張 更何況的話 到底是什麼具體的打壓 會令到年輕人 無端端 由一個漸進上升的國民身份應徒 變成了走向獨立的傾向呢 你聽聽一下 年輕人對民主的訴求 他有沒有回應到 你看一下 政改的立場 梁振英是怎樣 你看一下 他是堅持要震壓 出到催淚彈對這些最初參加佔中運動的人 你看見他有沒有在他委任方面 是學生會 年輕的朋友 有機會進入種種的諮詢架構 所以就要走向獨立 我認為這樣不對 其實我也不會這樣做 但是 那個主張 那個原因 那個深層次的原因 在哪裡來呢 為什麼媒體會叫他做港獨之父呢 我想民主派的支持者 看得很清楚 不過即使建制派有些都跟我說 雖然有39個就簽了這個聯署 但是私下都有人跟我說 如果梁振英這樣 是將我們幾個議員 過去都不是打港獨旗次 支持我們的支持者 都是十幾萬投票給我們 都不是打港獨的旗次 他將我們和我們的支持者 全部推去那些叫做前奏啊 邊調啊 暗獨啊 漸進啊 全部都是這個分離主義 不同程度的分離主義 那你是想多些人去認同一國兩制啊 還是去破壞一國兩制 破壞大家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將大家推了去對面 推了去對立面呢 所以這個就是正正大家說 梁振英呢 撿到那條草 就將它放大成一棵樹 這樣 在施政報告又說 今次呢 就是又要去夾林鄭月娥 就是覺得 你不要說她不是勢頭啊 應該 不是一出生就是港獨的 就是她慢慢就會變的了 她給了這些暗示 去定性去上綱上線 所有和她和一國兩制 那種高度自治 那種高度 那種高度就是她那種高度 可能三尺都不夠 不同理解的 去不收貨去追溯的 那些都已經是變咒啊 是前奏啊 那你是不是將大部分 或者叫做民主派那邊的人 推向她們的對立面呢 我認為她兩位說的話呢 沒有基本的矛盾的 因為林鄭月娥先說了 就是說未成氣候啊 這樣就視乎你在哪個領域那裡去判斷 如果你從香港整個社會去判斷 港獨的確未成氣候 是一小撮人的行動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說 喂我們看看 在大專院校裡面 這個那個思潮呢 都挺厲害的 尤其是這幾年是越來越厲害 所以呢 我們看到 就是說 看你在哪裏去下一個判斷 第二呢就是 林鄭月娥在說的是 現在這個階段 梁振英說的是 倒漸防微 就是說呢 她會發展的 這個呢 我相信是符合哲學 當然是 就是判斷問題 現在就是等你怎樣判斷而已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 不是說你們的愛國親中的人 說我買港賊 本土派的年輕人 曾經都說我買港賊 就是判斷問題 究竟你將不將判斷放大 和認同那個判斷 我想跟郭健談談 剛才郭健就說 現在港獨 在年輕人的勢頭就很厲害 是 但是用回中大文調 最新的一個調查 就說年輕人在支持港獨方面 出業明顯跌幅 從超過四成跌到只有一成多 那這個 如果這個調查是準的話 是好事來的 就是說證明香港反港獨之後 就是社會有這種的聲音之後 在院校裡面那個 港獨的勢頭是受到抑壓 那這個是好事來的 對香港也是好事來的 剛才教授也說 他也不贊成不支持港獨 是 是 你會見到是好事來的 就是因為全香港絕大部分的市民 不支持港獨 他們也不認為港獨是一個出路 但是這個民意調查 我們當然覺得高興 支持港獨的年輕人 是下降了 比例下降得很厲害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年輕一代的不滿的情緒 仍然非常高漲 但是我覺得 搞清楚 對不起 校長 我只是補充一點 就是 林鄭月娥先說她的觀點 梁振英就回應了林鄭月娥的觀點 是 這個是 陳志全 到底現在是一個判斷的問題 是觀感的問題 還是一個犯法的問題 這就是那個問題 政治其實都是觀狗 你說年輕人不熟悉基本法 要加強教育 現在不是年輕人不熟悉 我也不熟悉 為何我不熟悉 我也不熟悉基本法 又說我違反基本法 但又說不清我違反基本法 違反基本法 就應該司法覆核我 是不是 陳志全 政治其實是觀感 是 我同意 我同意 鄧校長很簡單 鄧飛貞 你對一個特首的施政不滿 冤有投債有主 你的反對應該指向這個特首 而不是把反對的激進化行動 指向背後的一國兩制 和國家的統一 既然用主張港獨搖陷一國兩制的穩定性 來去好像表達對這個特首的不滿 我看不到這兩者有什麼關係 好了 現在 現在 這樣算不算打壓著我呢 如果現在換了特首之後 換了特首之後 如果大家對他的施政方式 繼續都是不滿的話 是不是就會進一步也都是走向港獨 也都是繼續搖陷一國兩制 我們需要的 是不是真的要打破一國兩制 這樣來表達一種不滿的聲音 現在 對人和對制度是完全兩回事 我想鄧校長的說法是 現在反而 剛才教授也有說 現在好像有些意見 就會覺得 如果你對一國兩制不滿 等於你好像是港獨 或者你遲早都會變成港獨 這樣 而是你 這個才是問題 而是你施政 那到底是對一國兩制不滿 還是對特首的施政不滿 我想你一個是 這個又是漸進的過程 這個又是漸進的過程 正因為大家對歷屆特首的施政 越來越感到失望 大家對爭取民主感到絕望 於是就對這個制度 產生了不滿的情緒 這個就是一個發展中的過程 本來就只是對政策不滿 現在就開始對制度都產生懷疑 好 教授 就是同意了梁振英說的 那個漸進的過程 一直那個港獨就會漸進 即是說梁振英做得越壞 他說的就越對 你跟梁振英的說法 他會漸進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不改善你的政策 如果你不正視年輕人的不滿 如果你不回應香港市民的訴求 大家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一定會繼續下降 好 我們交給台下的朋友 發表一下意見 我先交給任良憲 剛才台上沒有人回應鄧飛 但有一個論點 我真的很想請教一下 你說立法會議員是體制內的身份 去到哪裡都要宣揚愛國思想 我想請問一下 宣揚國家統一和宣揚愛國不同 是啊 我正想問你一個問題 吳克劍愛訪九十多萬次 有沒有說過我愛國愛黨 吳克劍何時去過 外訪的時候有沒有說過 一國兩制下要怎樣實施 他有沒有跟台俗主要談過 什麼事情 九五大八教育議題 我愛黨 九五大八人都不是在說主權 你就說要一國兩制下 好… 精簡… 吳克劍不是跟台俗主要談過 你們建制派整個就是 把人大政協和國家政權 是你們破壞一國兩制 你們要一國一制 你們破壞一國兩制 好… 還說我們一國兩制 好…這樣坐下來 我交給旁邊這位朋友 我想問你們建制派多麼無恥 為何會有這件事 因為民建聯最無恥 工聯會更加無恥 因為你們亂扣母子 扣向民主派 你們建制派是垃圾 好… 我們現場的朋友 留意自己的用語和情緒 好… 交給後面戴藍色舞那位先生發言 對不起… 我想問問鄭先生 你是甚麼國籍人士 這是第一點 第二… 我想請問陳先生 你知不知道你們所謂 時代疾志 立法國議員 這個十八個人 十八個立法國議員 是甚麼身份 是甚麼黨派的人士 你有沒有看清楚啊 好…麻煩… 我交給論壇之友 另一位朋友 我說論壇之友 我想問陳先生 你身為議員 你會國家 先是要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但是你所作的東西 真的令我們失望 你… 你… 解釋給我聽 港獨 提獨 對不對 跟我們國家 統一 對不對 好… 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繼續台下朋友發言 好… 好…歡迎回來最後一次成事相談 今天我們說說三位議員 去了台灣交流 還有… 這個… 兩位… 行政長官… 這個… 現任行政長官 和後任行政長官 對港獨幾點看法的不同 我交給台下國卓堅發表意見 好… 各位 其實是建制派太過緊張 又不知道國家的政策 因為中央都一直說 只要蔡英文肯答應九二共識 我們大家都可以站坐在那裡來談 什麼叫九二共識啊 一中國字表述 求同存異 在求同的時候 容忍和尊重 異的存在 這樣… 人家去一去 你有沒有容忍到異的存在啊 好… 謝謝… 好…我交給黃色衫這位先生 我就覺得 既然現在台灣 是一個民進黨的執政 就是人家說明是台獨的 工聯會就不要看輕台獨的訴求 一定要打下去 所以呢 我想問一下工聯會 什麼時候做事 什麼時候建議中共 斷這個商貿部 什麼時候建議停航 你們建制派不肯做事的話 怎樣說台獨 都是不堪一擊 沒有用的 好… 謝謝… 這位先生 我贊成就是 一中愛台 一中愛港 我也很贊成 很支持 國民黨 很理性 去處理兩岸的問題 我希望香港也是這樣 不要學李登輝 因為獨立就代表戰爭了 我希望香港是一個… 我希望香港是一個和平 理性 愛的世界 今天是父親節 希望各位父親開心 多謝… 交給白色心這位先生 今天下大勢 分夠必合 合夠必分 麻煩你讀一下歷史線 好… 說回台灣人現在 為何經歷過香港二十年 為何台灣人的離心力越來越強 我想很多人都清楚 還有… 所有的政黨交流 很多都有的 就算台灣的民進黨 都有走過去大陸交流的 那這些是否叫做… 叫做打同胸啊 好… 麻煩你交給後面 戴武這位先生 是… 各位好… 那這些三個立法會員 這次去台灣參加 這個台灣國會 關注香港民主連線 其實都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個組織呢 它是倡議了 即是說可以修例 就保護香港的政治… 即是… 將來有政治問題的人 過去會受到保護的 那這樣根本就是 正正真是干涉了 我們一國兩制的嚴重性 所以我們應該要 要譴責這三位議員 好… 接著交給黑色衣服 就住交流這個問題上 我看回基本法 無論在對外事務 在居民的基本權利裡面 都沒有提過 香港立法機間 和台灣立法機閣的關係 或者民間和立法機閣的關係 既然基本法沒有港獨 不就是沒有違憲 也都沒有違法 所以我就不知道 你們建制法譴責什麼 另外就住港獨的問題上 我跟回林鄭月娥的口風 是不成氣候的 既然是不成氣候 那三位議員去那裡交流 只是一個學術交流 學術交流 用什麼要禁止呢 如果真的禁止的話 以後不要… 以後禁止香港學生 去台灣、去英國、去美國交流 好… 接著交給黑色衣服這位先生 台灣從來都沒有所謂國會 只是有立法院的 林志嘉說台灣國會成立了 和各國國會的聯儀會 這個呢 是有助突破政治困局 那很顯然 這個聯儀是偽裝政治是目的 羅冠聰說 香港本土和台灣國際認同 受同一政府打壓 這個就是向台獨 投懷送抱這三位議員去台獨 參加台獨十八位議員的組織 這個呢就是投懷送抱一憂之樂 人大釋法規定宣誓人在宣誓後 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 要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好明白 好我交給後面 對不起我交給大帽這位女士 是 大家好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台灣的所謂關注香港民主連線 他的發起人就是一個 時代力量的主席 他是一個台獨的組織 根本就是他們說明是要關注香港民主 目的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為甚麼 他這次去台灣絕對不是學術交流 是直接是干涉香港的民主 我覺得大家三位議員去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宣誓的時候是要擁護基本法 維護一國兩制 但他這樣做法我覺得他完全是為誓的 好謝謝 交給綠色心這位先生 校德新同學葉子新 其實陳志全你不用說那麼多話 你說八個字就行了 光明正大清者自清 是不是 另外黃國健我想說一下 如果你覺得他們是一個威脅的話 其實老子在幾千年前已經說過了 人不…人不畏… sorry 好 另外anyway最重要就是 如果解決到這個威脅 他亦都說過 只要我們不要狹窄人的居所 不要令到人生活得到壓抑 那其實就是解決到這個問題 好 謝謝 然後給後面打眼鏡這位先生 為甚麼有些人還說要講 你看香港的民主 全部都是操控選舉的 由區議會到選特首都是 不如把衣服烏坎村的人出來 我們選吧 民生方面 你看樓價升了一倍 怎樣買樓啊 民生 那些外行統治下去 有關係就沒有… 連少年人都… 我們中年人都沒有希望的 香港 那不是毒的 你香港… 中央還要去壓制香港民主 不讓香港改善生活 遲了甚麼 這個港獨 這個六四的翻版 香港三次徒成的了 第四次有甚麼出奇呢 好 謝謝 其實那個問題一定會越來越嚴重 正如教授所說的 就是08年開始惡化 08年的年青人是甚麼時候出生呢 90年代的 肯定是90年代的那個文化背景呢 令到他們的國家認同 和我們這一代人是不同了 任何一個人的國家認同 都是自小養成的 不可能就是因為梁振英 反而梁振英 大家留意一下 他上來之前2011年 華爾街的1%都是99 當時香港都佔領過中環的 那時針對的是大財團 後來捧了梁振英這個突然 大家忘記了大財團 專業人士對香港小市民的壓榨 好 這個就是個陰謀 好 接著是光復論壇 郭建興 我想說其實陳婉嫻 都有去過民進黨那裡探望 民進黨的選舉那些 但是不說這些了 其實兩岸民主選舉議員的民主交流 其實很平常而已 只不過因為你主子那邊沒有民主 那他就沒有份交流了 別人自己大陸都沒有出聲 你們是偏偏玻璃心去吵 其實你究竟 承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的 如果你不承認的 你就說他們搞獨立 但是如果是中國人的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民主 又有什麼問題呢 好 麻煩 接著是維園衝鋒 大家好 我是大陸 絕大共產黨在國際上 承認兩個德國和南北朝鮮 在中國就行一個中國政策 因為一個中國政策 就要稱中華民國的軍隊 台軍 稱中華民國的國會 做台灣國會 你們在製造台灣國 梁美芬和何君耀 就是口口聲聲說台灣國 你在搞台獨 好 麻煩 我們最後只剩兩分鐘 到台上 最後想問幾位 總結一下 究竟現在香港的所謂港獨 是輕視了 還是我們誇大了 接下來北京對台對港的政策 會不會有變呢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香港回歸了二十年 人心未回歸 2013年政改的問題 2014年佔領運動 結果 2014年我們見到 台灣年底舉行多重的地方選舉 民進黨大成 當時其中利用的一個選舉的口號就是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好 另外幾位呢 是 台獨是 台獨和港獨當然是要堅決反對的 這個 站在國家維護統一的理念上需要這樣做 也是維持一國兩制 能夠平穩繼續堅持下去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 而更加重要就是說 其實透過炒作一個港獨的議題 其實會令到香港越來越走向政治化 而沒有辦法將整個社會和特區政府 以至於立法會的施政的重點放在和民生和經濟息息相關的議題上 鄧孝順都覺得現在是炒作的 炒作 百分之十一的人支持港獨 沒錯 在統計比例上是降低了 但是如果我們相信這個統計是可以代表全香港市民 都有幾十萬人支持 好 另外兩位最後一分鐘 老實說呢 陳志全今天就說他不支持港獨 我也很高興就是說 你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能夠光明正大地說出來 你不支持港獨 我相信今天很多市民都聽到的 希望你真的貫徹你這個說法 不支持港獨 不支持台獨 我希望所有無論議會內的議員 還是香港市民 都要堅持爭取落實一國兩制 真實自治 這是我們的政綱 不可以因為怕激怒共產黨 自我設限去步步退縮 這樣就只會是一敗塗地 好了 那我們今天討論很熱烈 見了很多舊朋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好 今天是父親節 好了 大家讓我說完最後一句 可以嗎 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好 那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